师父 第三个问题 业障会有集中的爆发时候 比如人逢岁数的369就是 那是负能量的爆发 坚持修行的人 因为不断的积累 正能量也会出现质变的过程 怎么判断这个变化的到来 做一些准备 以便更好的提高 好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就算天天念经 为什么也会倒霉啊 因为你的上辈子造的业 到了这个时间 它必须会出现 比方说 你不学佛 你到了39岁的时候 你有一个结 那么一个车祸 那么你念了经之后 这个结会不会出现呢 照样出现 因为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 然而因为你念了经之后 由菩萨保佑你 护佑你 就造成了你39岁撞车的时候 车坏了 人安然无恙 这就是菩萨的慈悲 谢谢你 余 阿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